哈囉大家好,為大家介紹一款3-4人的一壓帳篷 來,首先我們鏡頭看一下這邊 這帳篷的本體 帳篷帶拉開之後呢 我們把帳篷取出來 就可以拉 然後最後 從這邊 把帳篷取出來 裡面會有帳篷啊 跟銀釘、銀釘繩的一些配件 然後 我們可以把帳篷帶先放到旁邊去 接下來我們看帳篷主體的部分 直接打開帳篷 這邊是帳篷頭 這邊朝上 這樣的時候其實就往外撥 四邊的角往外撥 撥開之後呢 這邊 再往外撥 撥直 這三道四的以後一到兩隻的還要大 然後之後呢 撥起來 它一壓帳篷會往外撥 這部分會往外撥 這樣就夾好了 這款帳篷它有兩個門 有兩個門 這是 這是 前面 基本上這個好像也沒有分前後面 這邊一個門 另外一邊 也會有一個門 所以它是 兩個門 門裡面有紗門 然後有布綁帶 可以把門捲起來 走起來這樣子 但是 要注意的是 這款兩側是沒有窗戶的 兩側都沒有窗戶 這是單層的 單層帳篷 這不是雙層 然後請注意 它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懷塵 因為帳篷你要 很精準就是 收的時候呢 收的時候我們看一下怎麼收 這個部分 往上壓 往上壓 然後這個先往往內 把這個上門 你看到嗎 這邊往上壓 之後呢 這邊就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 往下 往下 往下之後呢 中間就是這樣 再來把左右兩邊 往內拉 往內折 往內折 這個部分注意一下 一定要往外拉 往外拉 往外拉才可以折 你沒有往外拉的話 不能折 硬折會斷掉 最好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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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好是 一個拿著中間 直到這裡之後呢 一樣喔 往上翻 把四 四個 柱子 都往上翻 這個柱子往內折 四邊的腳 往上翻 好 確保柱子都在中間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放平 放平 放平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是整理上來 再放 現在柱子都在中間 要把柱子往外拉 中間把它往外拉 確保柱子都在中間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 捲它 捲動它 盡量把氣往外壓 因為其實我們要收到袋子裡面 其實氣 越少越好 好 最後呢 我們再用 繩子 把它綁起來 好 然後再收到袋子裡面去就可以 抓到袋子裡面去 抓到袋子裡面去 來 頭的部分朝這個柱子裡面來 要把袋子往中間拉 對 往上邊拉 收的時候 把拉鍊帶往中間 拉鍊就很好拉 因為它不會有往外撐開的那種事情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